这个是一辆会轻功水上飘的车子 它在中国的售价超过 100 万人民币 它就是仰望油吧 这辆车除了会轻功水上飘之外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配合技 我们今天又来到比亚迪深圳的总部 然后就顺便拍一下这辆车给大家看 这辆车真的很特别 你信我这个影片看下去你一定不会失望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这辆车的第一个黑科技就是它的轮子 那么它的轮子有什么黑科技呢 这辆车呢它是采用4电机的设计 就是4个轮每个轮都有一个单独电机 电机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95HP 然后如果4个轮加起来达到了1197HP 朋友们1197HP啊 这个动力表现媲美超跑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辆车采用这样子的设计 就是因为它要实现那个坦克转 也就是原地转圈的功能 这个车子在目前的市场里面没有几款做得到 所以你不要看它那么大辆 其实这辆车开起来还是蛮灵活一下的 我刚才有告诉大家 这辆车采用的是一个4电机的设计对不对 不过它是有引擎的 而且它的引擎是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不过引擎的部分它不参与车子的驱动 它是给这个4个轮子的电力 还有帮这个电池充电 它采用的是49.05K WH 的刀片电池 如果根据官方的表示啦 它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可以充电行驶180公里 除了用这个引擎帮它充电之外 它还支援最快110K WH 的PC Fast Charge 这辆车等0到100加速3.6秒 3.6秒是什么概念 这样大辆的车子3.6秒 真的是可以跟这个超跑对比了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因为这辆车是一辆硬派的SUV 你开去户外你可能去露营什么 它是有一个反向供电的功能 如果讲你的露营营地你要登 你要这个电池炉煮东西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转换器把这个电力拉出来 帮你的设备供电 是不是很好用 然后偷偷跟你讲啦 官方表示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然后打满油的情况下 满缸75L 它可以行驶1000公里 你觉得它做不到1000公里耶 影片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当然这辆车除了以上我讲到的东西之外 它还有一些比亚迪的特别技术 例如讲这个CBT Sell to Body 技术 什么是Sell to Body 也就是讲在这个底盘的下面 它是结合了整个刀片的电池组 这样子它除了可以在发生撞击的时候 保护这个电池 它还可以提升车体的刚性 还有维持这个车体配重的平均 所以这辆车理论上它的操控表现也会更好 这个技术在比亚迪海报上面也是看得到 当然比亚迪也是有讲到的 在这个CBT 技术下 就算你的电池已经损坏了 你要更换电池的话 其实这个电池也是可以拆卸出来的 并不是封死在里面 而且更换的手续还很简单 再来我就要讲到这辆车的必杀技了 也就是它的轻功水上飘 你没有听说这辆车是可以在水上走的 首先这辆车有两个版本 普通的版本它的最大涉水深度是1000mm 比这个Ford Ranger还够力了 Ford Ranger大概是800mm而已 然后如果是那个越野版本 也好像叫做大师版的话 那么它的涉水深度就达到了1400mm 如果在它的传感器 侦测到一些紧急的情况下 它的这个A Suspension会把车子拉到最高 然后它会关闭车门打开天窗 然后开始射水 打开天窗的原因是 为了如果真的以防万一有什么情况出现 你还可以从天窗逃生 另外呢在这个紧急射水模式下 2.0的涡轮增加引擎会关掉的 它不使用这个引擎来驱动 它是直接用电机行走 它的时速是3公里 你这样的看它的速度是不快没有错 可是原厂表示 这辆车的涉水功能呢不是给你当船用的 只是让你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 例如讲KL KL也是时常闪电淹水的对不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车子的涉水模式可以让你平安的度过那些路段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车里面的那个荧幕呢 它会通过传感器来侦测 目前你的车子 涉及的水深大概有多高 它会实时显示在荧幕给你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贴心的细节啦 我觉得如果你在开张车去越野 或者是你的城市市场淹水的话 这功能真的超好用 在你紧急射水模式下呢 你的移动跟行走 都是依靠那4个单独电机来驱动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辆车并不是给你当船用 而是在一些紧急的状况下使用 原厂表示这辆车可以在水上漂浮30分钟 而且因为这辆车真的不是给你当船用 所以当你每一次使用这个紧急模式之后 你要把车子送回去Service Center检查 看是不是有问题 不过比亚迪也是有表示啦 这辆车有这个IP68基的防水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你怎么看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大家看到这三个东西吗 这三个东西就是它的激光雷达 然后除了这三个激光雷达之外呢 这辆车还有13个摄像头 12个超声波雷达 还有5个毫米波雷达 它除了帮这个紧急浮水模式做整车之外呢 这辆车也支援LV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所以到处都是Sensor 接下来的部分原本打算带大家看内装 不过这一次比亚迪不允许我们打开它的车门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辆车在中国已经发布了 不过还是可以跟你讲一些它的特点 内装的部分呢 我看照片我觉得这辆车是真的很夸张 因为它的全车有6个萤幕 最小的萤幕是12.8寸 也就是它的数位化仪表 然后剩下有23.6寸的萤幕 最大的那个萤幕 70寸它们叫做增强式萤幕 然后这个车载主机呢 配备的是Navidia的Dry Orange处理器 官方表示啦 它的这个浮点运算性能达到了500T 也就是这样这个处理器 除了应付这个车载主机的运算之外 像是这些雷达的运算啊 系统的运算都是靠这个处理器 所以这个处理器是真的要很强才做得到 我是不懂这个处理器有多强啦 如果各位喜欢Gadget 或者是喜欢IT的朋友 可以留言留言让我知道 最后要跟大家讲到两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一个是卫星通话功能 一个是热成像相机功能 卫星通话功能 在普通的车款其实是很少见的 但是在这个U8上面看得到 这个功能有什么好处 例如讲解你开这辆车 你真的去森林里面越野 然后你的电话没有线的话 发生什么紧急情况 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卫星通话功能 直接向外界求救或者向外界询问情况 这个功能真的是在生存的时候很好用 然后在质感内装质感的部分啊 虽然讲我们这次没有办法拍它的内装 但是我之前看过这辆车啦 它的那个内装设计是真的豪华 而且毕竟这辆车的售价 其实是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 所以中国品牌在内装质感的部分 你真的是不需要去担心太多了 然后更多的相信 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一些中国博主派的 这个内装我觉得整体来讲都不错 设计感科技感都有在 只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 brow color的内装啦 如果是深色或者是黑色的内装 我觉得质感可能会更好一点 目前仰望油8只有佐驾的版本 而且只在中国翻售 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我相信这辆车如果真的出现在马来西亚市场 价格应该不会便宜 毕竟它不是纯电动的车子 没有这个税务优惠 如果讲有一天它真的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然后它的价格跟这个Lang Cruiser 或者是Defender一样 你会选择它吗?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我是Ivan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